2017年国际旅游转来了 一如既往转消费人潮汹涌 消费者货比三家挑选最好的旅游配套 眼看这片荣景令吉贬值似乎影响不大 不少三转旅游业者表示 国人出国旅游不减反增 苹果亚洲旅行社透露 每次旅游转都会卖出3000个旅游配套 今年更有可能出现10%的涨幅 无论是什么国家 我们就一定会去 因为客人不在不介意的 他费了10个小时或7个小时 他知道我们公司会给他 must visit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把它贬低 其实马来西亚人已经很清楚知道 我们马币其实是 value是蛮低 他也很清楚要去一个地方 不是一两千块钱可以去的地方 他已经做了这个心理准备 旅游性出不减不是因为家底丰厚 相反的是因为国人更为注重安全舒适和风景 费用因素是其次 对换力其实 相比来讲也不是讲很多 就大概如果我现在换的话 跟我直接换的话 大概相差10块钱这样吧 大家会先看安全吧 嗯 就你要先要有一个新 相信这个配套才会有兴趣继续下去 说到安全 韩国向来是旅游热点 但近期政局不稳 而业者透露 国人不会因此打退堂鼓 只会推迟前往日期 毕竟当地示威活动影响不大 在韩国他们游行很规矩的 他们就算要流行要示威都好 他们有一个地方 而且蛮有条理的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有遇到 但是我们的团呢 就避免那个地方就好了 客人也是安全 也是把所有景点都游完 而如果你真的担心 邮轮或许是不错选择 实际上乘坐邮轮旅行 是国人近期热门选择 今年营业而增幅就高达30% 可见潜力无穷 巴都空间全民节吉隆坡报道